哈囉,大家好,我是GT 今天為各位演繹一下 在飯店如何沖泡一杯冰咖啡 我們現在先把下杯放在 方針上然後歸零 然後加上 跟飯店要的冰塊 我大概這次是沖泡20公克的粉 那我的粉水比是1比16 所以我打算我的冰塊大概放 60多公克就OK了 也大概就是 我們整個粉水比的兩層 通常我是 我如果出國都喜歡帶這個 慢磨機很方便 然後它的電是 100...240 OK 所以 吃這個我都共用 這個沒有廣告嫌疑喔 來 然後 我這邊先歸零 好 那照著正常你怎麼泡咖啡 你就怎麼泡 那GT是習慣第一次悶蒸 如果是20克的話 我會落在50公...50CC的水 50克的水也可以 CC跟克是一樣的 OK 50克的水 但是第一次悶蒸 我是習慣大概悶30秒 好 那如果說你的習慣是 悶更久 也OK 沒有問題 好 這是一個人習慣問題 好 然後 大概 我是大概 有時候 我會等到它這個滴完之後 我就開始第二次的沖泡 OK 那第二次的沖泡 我就大概會沖 如果320克減掉50克的話 就剩270克 一般我會是分兩次加滿 它就135克 但是我們剛剛 你記住我們加了66克 我剛剛看到的一個 這個冰塊 所以要 320克要扣掉 這個66 好 等於250幾 那我這個 就大概是 在把它 沖到 170克的時候 我先休息一下下 因為風很大 其實 這個 電子車呢 它沒有說很穩定 所以我們就 抓一個大概子 那 我通常都是建議說 我們就是乾脆把 它的這個 上杯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水 滴完之後 然後 我們就可以沖 我們就可以加下 第二 下一次的水 等於是第三次喔 來 我們再加第三次的水 那我們就把它加到 265 OK 這樣加起來應該是有超過300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 有風的關係 其實它 我看它的這個磅 一直跳 一直跳 蠻可愛的喔 也蠻療癒的 OK 來 這個收起來 OK 我們等它滴完 整個大概的時間 只要花費你大概 三分鐘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它的效果 怎麼樣 一樣囉 OK GD這次帶的咖啡是 在網路上 一間有名的咖啡店買的 它是 藝劑 OK 來看看它有什麼風味呢 很明顯的柑橘 跟荔枝香氣都有 所以我們剛剛泡的這個 其實 粉水筆不用那麼夠 其實也是對的 有點花香沒問題 OK 其他味道就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簡易型的這個 這個 冰咖啡 沖泡閥 更多詳情 請鎖定 CP值達人 GT 掰掰